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黃家華 中美洲國家哥斯大利加擁有豐富的熱帶雨林資源 生物多樣性更佔全世界的4% 但這個國家最令人佩服的是對環境的保護 2015年哥斯大利加全年有300天的電力 完全來自再生能源 不靠化石燃料 由於這個國家在地理位置上 擁有發達的河流系統和充足的降雨量 因此高達8成來自水利發電 儘管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哥斯大利加智力環保的腳步依舊沒有停歇 中美洲國家哥斯大利加發展生態環保成效顯著 這個以農業和觀光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家 土地面積大約是臺灣的1.4倍 境內40%的國土仍舊維持原始森林的樣貌 保留豐富的動植物生態 其中罕見的物種包括鳳尾綠藥鑽 這種鳥羽毛是綠色胸部為紅色 只在南墨西哥到巴拿馬之間的地帶出沒 在中美洲神話傳說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哥斯大利加生態環境嚴格保護 成為多元物種的棲息樂園 能源政策堅持發展綠能 也寫下家機 曾在2015年寫下連續75天 只依賴再生能源供電的紀錄 哥斯大利加已達成超過9成用電 使用再生能源的目標 其中重要因素得利於降雨量豐富 水力發電高達8成 同時也積極發展地熱能源和太陽能 持續朝100%綠能國家的目標邁進 中央社綜合報導 美國國會最近開議 總統歐巴馬罕見現身國會山莊捍衛歐記健保 他在閉門會議上要求黨內同志 採取不合作策略 不要幫共和黨廢除歐記健保 提替代方案 歐記健保實施近六年 是歐巴馬深感自豪的政績 不過總統當選人川普競選期間 鎖定攻擊歐記健保 批評歐記健保花費勝劇 簡直是災難 當選就要廢止 目前共和黨在參眾兩院 都有席次過半的多數優勢 川普就任總統後 還可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廢除歐記健保 民主黨屈居在野 在國會只能運用議事程序拖延阻撓 歐記健保在2010年由國會通過 生效實施以來 確實讓上百萬不曾享有健保的 美國民眾終於納入健保體系 不過歐記健保費用年年調高 民眾大喊吃不消 以聯邦政府經營的健保交易網為例 39個州的終極方案保費 今年平均調漲25% 月保費均價上看296美元 換算成新台幣要將近1萬元 共和和民主兩黨摩拳擦掌 準備為歐記健保的存廢過招 川普的最新推特發文 直指歐記健保今年就會自取滅亡 民主黨必須負責 美國政府改朝換代 政策是否延續備受關注 中央社綜合報導 中央社記者這一集 會在美國中央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州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巴西亞馬遜州一座監獄 當地時間一號發生暴動 起因於敵對的幫派火拼 造成約56名囚犯被血腥屠殺 大批家屬心急如焚 等待當局確定死傷名單 這次至少有130人越獄 巴西警方大動作展開棄捕 卻還有逍遙法外的囚犯上Facebook PO照片嘲弄當局 讓原本就令人擔憂的巴西治安 雪上加霜 巴西警方指出這是巴西兩大幫派 北部家族和首府第一司令部爭權 奪利引發衝突當局決定嚴厲打壓 不容許犯罪組織在監獄做大 包派首腦也將被移送警戒層級 更高的聯邦監獄 但有人權觀察組織指出 這是巴西政府長期末世 是導致的結果 巴西監獄出了名的經費不足 和過度擁擠 以這次暴動的監獄為例 只能容納590人的空間 卻收容了2200多人 食物匱乏和空間不足的情況下 暴力事件如同家常便飯 人權團體痛批 巴西監獄根本是蓋來折磨和殺戮的 根據巴西司法部統計 巴西監獄人口是世界第四大 截至2014年底 約有62萬2000人被監禁 亞馬遜地區就佔了將近9000人 但空間明顯不足 根據國家標準 監獄每個空間應該容納 1.67個囚犯 但亞馬遜州卻必須容納將近3人 儘管巴西總統泰梅爾去年底宣布 將誼注州政府約3億6000萬美元 改善監獄的基礎建設 但悲劇已經無法挽回 這個情況不只發生在巴西 全球許多嚴重暴動都發生在拉丁美洲 背後的社會問題值得當局重視 JOSHA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杜特地上任後 加強對惡關係 最近俄羅斯兩艘軍艦抵達馬尼拉 展開6天的親善訪問 其中一艘大型反潛驅逐艦 還開放給民眾參觀 這次俄羅斯軍艦三度訪問菲律賓 也是杜特地上任後首度造訪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副司令官表示 非俄同樣面臨恐怖主義和海盜的威脅 雙方未來若能定期舉行聯合海上軍演 將有助提升對抗能力 絕對抗能力 這個狀況和戰鬥 它一直在美國國安排 我們已經有很大的學歷 我們準備要分析 以及在教育中 在教育中 在美國國安排 也在這段時間 在這裡 也在我們國安排 就是在美國國安排 獨特地遠離傳統的盟友美國 向中国大陆和俄罗斯靠拢 他曾表示将向俄罗斯购买军事设备 俄罗斯潜舰此行造访 也计划举行一场联合海上操练 为深化双边军事合作铺路 中央社记者林行健 马尼拉报道 开拓国际车市 知名汽车大厂特别在本届 消费性电子展CES 推出该品牌全球首发 纯自动概念车 除了强调最长行驶距离 可达约402公里 配备有脸部识别 自驾技术等外 华人厂的现代感设计 各一档车名眼睛为之一亮 除了吸睛的概念车 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大厂 也选在CES推出国际版的中高阶机款 3G禁忆体搭配32G储存容量起跳规格 售价249.99美元起 也颇具竞争力 抢攻海外消费市场 业者表示这款手机自4号起 已开放包括美国法国等13个国家预定 预计15号正式发售 中央市记者曹玉凡拉斯维加斯报导 蔡英文总统7号起将出访中美洲四国友邦 并参加尼加拉瓜总统的就职典礼 外交部表示 既由出访有效深化邦誼 增进与友邦的合作关系 关于蔡总统此行将过境美国 外界关注是否会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团队 或是美方官员会面 蔡总统表示 过境毕竟是过境 不是正式访问 议题形成安排 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严肃正式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